好来看到开明台风呢 这个两天的台风假 那么根据庄将主呢 今天早上7点最新的风力跟雨量预测 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呢 还是有县市可能会 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所以部分县市的 不少民众就在问了 有没有可能会放连三天的台风假 我们带大家来看到 在7月26号目前是四个县市达标 这个台风假的标准 就是台风半径四个小时 恐怕经过的地方 还有平均风力达到7级以上 阵风可以达到10级以上 一天的累积雨量 也就是山区200毫米 平地350毫米 就能够达到台风假的标准 那目前看到 14个县市是达标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 明天会放到第三天呢 好不管有没有放假 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呢 在北部地区会觉得 风雨好像比较小了 但是在中南部地区 雨还是在下 那首当其冲 这一回受到台风影响最严重 就是在整个东半部 宜兰花莲 那么花莲地区 你可以看到这一位是 国连里的里长 他在深夜时候来清水沟 清垃圾 被网友拍下 上传到脸书社团 结果也因为这样的一个 行为这样的一个举动 就被挨轰说 是不是在作秀呢 台风夜来清水沟 那另一方面 台风天应该留在家里 但是不少人 我们可以看到出门 是为什么呢 要来取货 号称是蛋黄酥界的爱马仕 那么陈耀逊蛋黄酥 拒绝顾客 取消或是改订单 所以导致很多民众 是冒日风雨来取货在这边 那么考量到安全的因素 无法当日取货 会常温保存到隔天的四点钟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 满满的人潮 甚至有网友就说了 不准取消 不准改订单 还要大出门取货 说呢台风天不是他们的问题 这辈子不会再吃了 还好他已经转让市出了 真的不想台风天还要排队 这个照片是网友拍下来的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很知名的蛋黄酥 说是全台最难抢 但这两天 要来取货的时间 遇到了台风 台北市也宣布停班停课 但是业者是公告 取货日碰上台风 不得取消或是改订单 但是会帮忙 保留到隔天的下午四点 甚至克服回应台风天 不是他们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说法 也引发了网友炸锅 烤箱中烘烤出金黄色泽 好成蛋黄酥届 爱马仕的陈耀逊蛋黄酥 还得用演唱会抢票系统预定 但台米台风来袭 却被抱怨 导致致景象 整排民众冒雨撑散 手中预备着袋子 准备要排队拿蛋黄酥 不过这个大排长龙的状况 却发生在二十四日 明明北市府宣布台风假 业者没有变通方案 反而公告如果当日无法取货 会帮忙常温保留到 隔天下午四点 不合理吧 谁要出门 如果风雨很大怎么办 怎么可以这样 因为台风天嘛 这是例外的东西 跟平常不一样 要比较好的方法 四季前往现场 二十五日同样台风假 店内工作人员 还是正在准备蛋黄酥 民众不满 PO文表示 陈耀逊真的超风 不准取消或更改订单 致电客服还回应台风天 也不是他们的问题 执疑是仗着名气 要大家出门取货 属于不可规则于消费者的情形 那建议业者应该要弹性 提供代为保管 单黄酥的替代方案 不以自定 若隔日人为取货 适同放弃之条款 消费官表示 要求限期依然要取货 等同样消费者拿生命对赌 建议采取其他方法 目前也接获两件台北 一件高雄的消费申诉 引起热议 金阳桥网一听特别报道 好 台风假放不放 除了呢 大家认为是这个 根据专业考量之外 不少认为当中有政治学 您可以看到这位是沈正南医师 那么因为台风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来关心 到底没放假 清晨科医师沈正南就针对了 在2026跟2028的大选来做分析 好 他认为说 未来两次的选举 陈其迈后市看长 柯文哲可选2026 但不能选上 好 来看到他说 这一回啊 陈其迈呢 在这个八点一到 就说要放假了 明明高雄距离台风最远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胜选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所以说陈其迈 就是赖清德 在民进党内的头号接班人 那么他说呢 2032号 因为2028 如果赖清德不竞选连任 那么民进党总候选 就是陈其迈 那如果赖清德要连任 接下来陈其迈就要等到2032 所以他认为说 在总统选举 就会是卢秀燕对上陈其迈 或者是蒋万安对上陈其迈 他认为陈其迈 未来绝对会超越 林家龙 萧美琴 穷上第一接班人的位置 所以这一次 这个台风假 速度很快 8点一到 马上宣布要放假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回在高雄市上 是没错 强风好雨也蛮大的 所以呢 这个灾情也不少 来看到呢 通报大约有200件 有网友拍下了 在高雄三明区 大幅接待淹水 高楼往下看 就像是大型的游泳池 淹得半个轮胎高 另外还有在高雄港 因为狂风大雨 这样大潮 整个港区里头 海水汹涌 一波一波的浪 打上来 那么也是呢 让这个船的部分 看起来是十分的危险 那我们当中也一再地提醒大家 整个新竹以南地区 在今天都要严防强降雨 短时间的强降雨 现在看到南投的姓意乡 南投姓意乡一夜大雨 包含了东谱村跟神木村 发生的土石漏成了孤岛 有将近1000位的居民受困 至于在下方的明德村街道 直接被土石给覆盖 泥水灌到了周边的住家 当地的居民也说了 这是15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还有在庐山温泉区 在这边塔罗西暴涨 距离庐山吊桥 桥面只剩下一层楼高 也是十分的惊险 雨淡一夜袭击 南投姓意乡明德村 发生严重土石流 整条道路被泥水 跟大小石块覆盖 现在新意水分 蛮严重的 放眼望去超商跟加油站 水淹超过五十公分高 大型机具进场跟土石流赛跑 昨天晚上差不多两点多 到现在当然很害怕 不知道什么那么严重 我们都泡水了 但是我们是有一些东西 有稍微先马上涂高 泥水全部灌进周边商家住宅 当地民众束手无策 直户是15年来最严重的土石流 更山区的东普及神木村 对外交通更是完全中断 在这两个村的 大概十几个林的这个居民 大约有一千位 那可能在短时间两天 可能对外交通是没有办法通行的 水里乡108项 也有土石流灾情 大量泥水沿着巷弄直冲而下 道路变小溪 住户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而卢山关泉区去年受到卡努 台风肆虐早已残破不堪 哈罗湾西暴涨 距离卢山吊桥桥面 只剩一层楼高榜上封条 幸好昨晚居民已经全数撤离 台二十一线新一路段 大量土石风落交通中断 机具也正在抢通当中 目前整个南投县神木村累积雨量最多 一天之内达到607毫米 多处淹水土石流 雨下不停危机尚未解除 记者宗一祥是李云杰 南投不倒 好 开明台风呢 不少线释放了两天的台风假 那么很多人还要问问第三天 有可能放假吗 在26号的14个县 是目前以这个标准来看 好 是达标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原定计划要在美国访台 参加十天参访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才刚刚抵达美国没有多久 那么就立刻坐飞机回来 搭击反台坐镇主持灾害应变中心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动作 现在媒体也对此来分析 这是港媒的分析 表示先不论卢秀燕在现任市长身份之后 如何来维持政治的量能 但是摆在眼前的是 在任内做好政绩 才能够来争取更大的一个大位优势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决定落地美国没多久 立刻返台 让人看到他的行动力跟决心 也传达了市民第一优先选择的讯息 也可以看得出来 未来很可能就是他 面对大选的优势之一 好 本来十天的访台 结果现在待不到十个小时 马上就火速地回台来坐镇 那么针对这一次 放了两天的台风架 事实上不少地方手掌都被洗版了 现在时事评论陈辉文 他也要来告诉大家 看到这样的现象 他认为台湾人真的被台风架宠坏了 喜欢当刁民 那么真的是没办法 到了没办法上班上课 这样一个地步吗 像是电影院有几次在台风架爆满的 那为什么服务业要正好上班 服务业也是人 股市不开盘 那GDP损失没人在意 大家都是想要谈一天的价 好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回很多人都在留言 像是跟万安市长喊话 或者是在一日生活圈 新竹苗里都放假了 陶竹苗 跟张汉政市长来喊话 甚至也有在新北 这个侯友宜市长 大家都希望能够来放一天的台风架 在北北基陶一日生活圈 其实是一起来公布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出了包 就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突然在7点多抢先发布 宣布停班停课 赶快删文 市长说是小编 在测试的时候误发的 虽然各个县市宣布放台风架 让大家一片狂赞 但是现在也遭到炮轰了 台湾一天的台风架 就损失200亿的GDP 甚至痛批台湾人根本被宠坏了 开密台风来袭 台湾罕见连续两天全倒放台风架 北北基陶原本统一晚间8点 宣布是否停班停课 但是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台北市长讲完的脸书 小编竟然提早在晚间7点18分左右 就宣布放假 疑似偷跑 昨天我们小编是事先准备好 两个版本 排版测试的时候 也不小心按道 然后发出即刻的删除 当台北市宣布再放一天台风架 网友暴动在灌爆脸书 只喊市长好帅 我们爱你 就连23号最晚宣布停班停课 被网友骂爆的家一事 24号下午更不到5点 就宣布停班停课 云嘴炮轰 台湾人只想放假 难道真的有到 不能上班上课的地步吗 更有专家说 放一天台风架 台湾GDP就损失200亿元 还有股市周转 贸易公司不能发订单等问题 直呼连续放假真的会出事 就是依照相关的标准 停班课是要确保市民朋友的安全 我们都不希望因为台风来临 因为雨时或风力造成任何不幸的事件 就怕凯米台风灾情让市民受伤 因为光到25号上午8点 北市就树立了747件的风灾案件 就连无形界上午也有民宅被强劲风力 吹到屋顶铁皮条摇摇一坠发出直愣声响 感觉如果再来一阵大风吹过 马上就要掉下来 警销货报之后立刻到场处理 不让铁皮酿成意外 风灾来袭 政府市民从上到下防派防灾 严阵以待 这皇军请真AZN小组采访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길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m下 report